救出人質當然是當務之急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要來討論到這一次的中東戰火 有沒有可能再度擴大 從以巴衝突變成中東地區 各個地方都有可能出現戰火的情況呢 現在衝突會不會擴大 也是大家非常擔心的事情 尤其一個關鍵的國家叫做伊朗 會不會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而且是先發制人的狀態 我們先來看到伊朗是什麼表態的 伊朗的外交部長就在一個 國家電視台的專訪說出了這段話 他說希望以色列不要再繼續轟炸加薩 否則預計未來幾個小時之內 將會對以色列發動先制攻擊 他的意思說 如果在今天我們不保衛加薩的話 明天可能這個戰火就會蔓延到伊朗 在伊朗的兒童醫院防禦白鈴彈藥 而且白鈴彈藥本身是在國際上 被禁用的一種武器 所以這個話已經說得非常重 而且他也在這個專訪的場合透露說 在10月14號的時候 他其實真的有跟黎巴嫩的真主黨總書記會面 不過在這個方面 其實伊朗的態度一直都說 他們的確是贊成這個真主黨 還有這個哈馬斯他們的作為 但是他們也強調沒有在幕後來支持他們 那我們來看到伊朗總統是怎麼表態 說目前看起來要達成政治解決的這個時間 並沒有太多喔 所以說他們認為說 不要把以巴衝突擴大到其他戰線 這是他們的一個最新的表態 不過現在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其實現在大家還是蠻緊張的說 針對伊朗的外交部長威脅要攻打以色列 有沒有可能導致戰線擴大呢 我們先來看到這則報導 黎巴嫩的真主黨朝以色列邊境不斷開火 甚至有四人意圖闖入以色列 被以軍認為是恐怖分子擊斃了 不僅打掉以軍的通訊監控設備 也打中以色列城鎮 造成一人罹難多人受傷 不過多數火箭都被鐵窮系統攔下 但是有一枚打中邊境北部的聯合國 維和部隊總部破壞直升機起降場 在2006年 黎巴嫩就跟以色列爆發戰火 如今局勢升溫 令各界擔心 可能變成真主黨對以色列全面開戰 慘況將更勝從前 現在以色列已經撤離邊境兩公里範圍內的 軍民進空範圍拉到四公里 嚴陣以待 以軍點出哈馬斯背後有珍珠黨伊朗撐腰 現在伊朗外長大拉拉放狠話 不只伊朗可能主動攻擊以色列 南韓軍方分析 北韓跟哈馬斯之間也有武器交易 哈馬斯的反戰車武器是北韓RPG飛彈 甚至北韓可能傳授滑翔傘進行滲透技術 以色列有美國軍員 哈馬斯背後有伊朗北韓 尾巴衝突越演越烈 恐怕變成代理人多線大混戰 TVBS 葉俊宏 全日文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我們要視訊連線給伊巴關西的學者王冠雲 來告訴我們說 其實現在伊巴衝突的最新分析 我想要先請教冠雲 因為我知道你的家人 其實本身都在這個加薩地區 你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以色列似乎要進行 所謂的地面戰轟炸加薩地區 您的親人在當地 目前的最新狀況是如何呢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的親人目前是在加薩 那他們現在被分散在北部跟南部的地區 因為在前幾天以色列宣布說 要全面請所有超過100萬的加薩人 從北部全部移動到南部的時候 那當時那時候我嫂嫂跟她的五個小孩 分別是10歲8歲5歲跟兩個雙胞胎 他們有非常幸運的搭到車 能夠到南部去 但是當時我的公公婆婆和外公是呆在同一個地方的 那外公他本身是已經經歷過1948年 以色列建國那時候 巴勒斯坦災難日的那一次種族清洗跟土俠 所以他已經經歷過了一次災難 那他本來是不願意離開的 因為他已經覺得這是他的權力 他的權力已經受到傷害了 那後來當他們正準備好不容易說服要離開的時候 他們的車子前面的車在移動的車子就開始陸陸續續的傳出 遭到以色列軍隊的空襲 所以現在即使是還在北部的居民也沒有辦法 真的就是撤離到南部 所以他們目前還是處於在所謂以色列說的危險地區 那以色列軍隊也不斷放話說他們直接要進入陸地攻擊了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我們沒有辦法隨時掌握到他們最新的消息 因為他們現在的同時是被斷水斷電斷糧石跟斷煤油的狀態 所以他們非常多的時候電話是不通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電力的狀態 好我相信冠雲一定也是非常的擔心 而且非常的交集 那其實現在各國都非常希望針對這個中東的衝突 針對以巴的衝突來進行調解跟所有任何他們能做的行為 其實我蠻好奇的是 因為現在伊朗已經對外表示說 如果這以色列持續的轟炸加薩地區 而且進攻加薩地區的話 伊朗不排除會採取先發制人的動作 您怎麼看這樣的聲明真的有機會嚇阻以色列的作為 而且還是說其實接下來的戰火 有可能因為伊朗的表態而再度擴大呢 基本上現在現在發生在加薩的事情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加薩已經被封鎖了超過16年 所以這過去這16年 其實加薩的居民每一天都正在經歷著現在他們正經歷的事情 只是說現在因為所有媒體的關注都放在加薩 所以大家終於把焦點放在這裡了解說加薩居民是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呢我們必須要了解說這其實過去這16年 加薩的居民一直以來每天他們其實都陸續的有一些地方是遭到以色列轟擊的 只是說現在變成是集中性非常一次性的全部轟炸 那伊朗其實在過去也曾經很多次都有就是發出這樣的聲明說他要恫嚇以色列 但是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過任何的動作 那這就是因為其實在國際的角力之下 一直沒有辦法真正有這樣子的制衡 每一次當任何國際人權組織對以色列發出報告說他們已經違反了人權 違反戰爭罪 違反各式各樣的國際法的時候 每一次提出來最後都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嚇止以色列 所以依照目前的現狀來看 伊朗他的聲明到底會不會成真我們都還沒有辦法真正的有這樣子的預測 那當然假如說伊朗真的先發制人那這一場戰爭真的會可能會擴大到整個地區 只是目前為止依照我們在觀察阿拉伯媒體以及現場的狀況的話 我還沒有辦法很肯定的說我覺得伊朗現在的這樣子的宣誓是一定能夠恫嚇以色列的 因為畢竟大家再重新看到過去這75年以色列的殖民 再過去再看到這16年加薩被封鎖的狀態 這麼多次國際嘗試介入這麼多國際的團體嘗試阻止以色列 從來都沒有一次是成功的 況委員其實我蠻好奇說當然我知道你其實曾經到過當地 而且在你也寫了有一本有關於是巴勒斯坦的書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解說一下 因為現在全球很多尤其是西方主流的媒體都認為說 所謂的哈馬斯當然他是個極端組織 但是也有很多人並不諒解說他在一開始所採取的一個軍事 攻擊的行動 您跟我們分享說 其實對巴勒斯坦人來講 他們會做出這樣的舉動 是不是其實真的是已經被逼到不能再逼了 所以現在所有的焦點都放在哈馬斯 並且用的詞大部分都是哈馬斯主動攻擊以色列 但就像回到我剛才第一個所講的 大家都忘記看到了過去75年來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軍事殖民鎮壓 種族隔離政策以及非法封鎖加薩地區 那除了大家在譴責說哈馬斯所使用的手段是暴力的 但是大家必須也要記得 在哈馬斯這次攻擊之前 其實巴勒斯坦人已經使用過了所有 大家可以想像過的和平手段 所以我並不認同說 大家單看哈馬斯就能夠評斷說 巴勒斯坦人是不是全部都支持這樣子的方式 或是巴勒斯坦人是不是真的全部都因為被逼到角落 而只能使用暴力方式我不是不認同這樣子的 直接為他們畫上等候 因為一直到今天在全球的巴勒斯坦人 以及現在在西岸的這些巴勒斯坦人 大家都還是一直在採取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他們還是在採取和平的不合作運動 採取BDS的制裁以色列的方式 我們全球各個在國外像是加拿大美國 或是歐洲各國我們在各地的社員人士 也是不斷的在發起和平抗爭的方式 去跟我們的政府訴求說 請你停止對以色列繼續軍援 所以事實上除了哈馬斯之外 我們也要看到各個角度 其實巴勒斯坦人真的嘗試過各種方式 所以哈馬斯只是其中的一個方式 其中的一種手段 但所有巴勒斯坦人不管他們同意哈馬斯與否 不管他們有沒有支持過哈馬斯與否 他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他們只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擁有平等自由 跟基本人權的國家 我說他們只是需要有一個最基本的人權 還有他們個人生活的一個需求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 我們等一下再跟冠魚連線 我們先來看到其實現在美國的態度 當然非常重要 這個拜登就是美國總統 現在預計在星期三的時候就要到以色列來進行訪問了 但是紐約時報說 他對安全還有政治的挑戰是非常大的 我們先來看到拜登的行程是什麼 他當然會先去以色列在10月18號的時候 借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接下來他會到約旦去跟約旦的國王 還有埃及的總統 甚至是巴勒斯坦的領袖在約旦進行會面 而針對這一次的出訪呢 其實紐約時報就認為說其實是安全的挑戰非常大 因為距離加薩就有40例也是在哈馬斯的火箭 還有飛彈的射程之內 而路透社也表達說 其實拜登需要跟以色列的總理會面 確保他會明白美國的聲譽受到威脅 當然要採取對應的行動 但是其實他去的時間點非常小滅 包括是要在以色列的地面站之前 開打之前要到訪 容易被指責說會被平民的傷亡要負責 所以當然有些政治上的考量 還有美國並沒有譴責以色列對加薩地區斷電斷了那個舉動 恐怕也會認為說對違反人權方面是有機會被指控的 我想要持續請教冠雲的是 當然我們非常好奇說現在在加薩地區的情況 但其實以美國現在涉入中東事務 這麼深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知道很多的阿拉伯媒體 甚至半導電視台都認為說 美國不要再扮演所謂的中東警察的角色 您看這一次美國總統Joe Biden到了現場 有機會為這次的衝突降溫 或是有可能反而是弄巧成拙嗎 基本上美國在過去這75年 以色列對巴散指明這75年來 他們的態度都沒有改變過 他們一直以來都是以色列最大的支持者 不管是在軍事上或是軍事援助上 他們每年都送給以色列好幾億的軍事援助 那所以他們的涉入就不僅僅是在外交上 同時也是實質的軍事援助上面是直接 像是以色列所有的國防機構 所有的一些安全一些情報機構 都是很緊密的和美國在合作的 像過去過去大家如果還記得在美國有多次 比如說黑人在抵抗種族歧視的一些革命 或是遊行抗爭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美國人權運動分子 都已經發出研究報告說出 很多美國這些震暴警察 所謂的他們就是來打壓黑人 抗疫民眾的這些震暴警察 其實都曾經在以色列受過軍事訓練 就是他們以色列跟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 是非常緊密的 所以他們不僅僅是在外交上有很深的涉入 同時在地面上直接的軍事也是非常多的涉入 那像現在拜登他要即將要訪問以色列來討論 那其實從拜登總總最近的發言 你也可以看出美國並沒有想要 提出任何對巴勒斯坦是有利的政策 甚至拜登還直接在記者會的時候說出了 引用了後來證實是錯誤報道的這樣子的消息 所以在過去大家曾經也看過 在美國在出兵伊拉克的時候 他們也曾經引用錯誤的消息 去為他們自己出兵找一個正當合理的藉口 所以我們現在很擔心的其實是 會不會像現在訊息滿天飛 還有非常非常多錯誤的消息 也在不斷的大量在媒體間傳送的時候 會不會美國跟以色列就可以趁這個方式 重複當初對伊拉克戰爭 這樣子的錯誤去出兵 然後真正的 將巴勒斯坦這個國家從地面上抹滅掉 所以我現在對於美國的涉入並沒有任何正面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他們所要去談判的過程中 是沒有將巴勒斯坦利益放入考量當中的 沒有錯 其實要把巴勒斯坦人的利益 放入他們的考量當中 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平民的性命還有安全也是 但是大家現在各國都是希望可以伸出援手來幫忙 我們先來看到這張圖卡 其實現在包括在加薩地區的人 是非常希望趕快離開 這個可能被轟炸的戰區 而且拉法勢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關口 因為這是加薩地區 接壤埃及的一個過境的關口 到底這個拉法勢會不會開放 當然跟以色列還有埃及的態度都非常重要 但現在就在這個關口 現在有些影片釋出了 埃及媒體就曝光說有一個爆炸畫面 就是在拉法勢這邊發現的 而且BBC去分析這個影片 發現說竟然是以色列軍隊做的 那現在這些難民這些平民 到底要怎麼樣疏散安全的離開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現在陷入到了外交談判的僵局 埃及是控以色列不合作 持續空襲也讓所有的人道物司停留在埃及市 沒有辦法往加薩地區來送 所以現在加薩地區斷水斷電 而且聯合國說 嘗試協議所謂的救援機制 而這個難民救濟工作署就說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 歐盟要怎麼做 他們希望啟動了空中的橋樑行動 趕快運送疾難物資到當地 就是希望可以讓加薩地區的民眾被封鎖的 可以好好的來進行一些相關的 不論是恢復他們的水電也好 或是至少有一些急難的 能填飽肚子的物資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要持續請教冠宇 就您來看 您對這個地區這麼熟悉 到底各國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美國之外 可以怎麼樣幫助這些巴勒斯坦的民眾 還有這些難民該如何的疏散 以及找到一些安全的出口 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基本上現在各國能夠幫助巴勒斯坦難民的方式 我認為是有三種的 第一種是大家必須要持續的 對不管你在哪個國家 持續的對你的國家的政治人物施壓 請他們聲援巴勒斯坦 並且向以色列發出聲明說 請他們停止對加薩的平民轟炸 因為這個已經完完全全快要接近 種族近空的這個定義了 從他們宣布說要100萬居民全部撤離 並且他們現在更希望的下一步 其實是如果假如他們和埃及談判成功 那是不是可以把加薩所有的難民 全部移到西奈半島去 那從我們過去1948年的歷史 曾經看到的經驗告訴我們 當巴勒斯坦的難民被逐出他們的家之後 他們就不會再有機會回來 所以現在非常擔心的是 如果到時候他們成功的 將巴勒斯坦的加薩人 都放到西奈半島去所謂的安全安置之後 他們是不是永遠都沒有再有機會回到加薩 那從此之後以色列軍隊進入加薩地區 加薩基本上就變成不是巴勒斯坦了 所以他們就可以成功的 把機塊領土再次佔領下來 所以各國非常重要 民眾非常重要是要向他們的政府要求說 請你要向以色列發出聲明 譴責他們對巴勒斯坦平民的轟炸 停止這樣子集體處罰的方式 停止這些斷水斷地斷糧食斷煤油的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民眾也可以參與和平上街抗議這件事情 向自己的政府施壓 那第三個大家同時還是可以捐助一些資金 給有信用的一些國際伊斯蘭組織 或是一些國際人道救援組織 因為雖然說現在 主要的關口拉法還是停止的 那也沒有錯 剛才主持人有講到說這個關口 已經現在是第二次被轟炸了 其實他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就已經在轟炸一次 然後現在雖然說他們一直在談判說即將打開拉法邊界 讓擁有外國籍的一些加薩人 先出來先離開 然後並且能夠人道物資的進入 但是呢又第二天被轟炸 所以現在連埃及他們都不是很確定 他們到底能不能夠將這些人 人道救援資訊送進去 所以呢雖然說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們還是鼓勵大家能夠捐助的話 能夠先把資金捐助到當地去 這樣子這些人道組織能夠有機會 他們一有機會打開那個人道橋樑的時候 他們就有辦法立刻將物資全部的運送進去 所以這是三個方面我覺得 各國國際的援助可以做到的事情 好我們在今天也謝謝冠雲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人在加拿大還接受我們的連線 非常謝謝您也祝您的家人都能平平安安 謝謝冠雲 好我們持續要來看到的 其實現在呢在以色列的武器部分 也持續的向美國要求 他們要求什麼呢 他們希望美國可以提供一個 叫做地獄火的飛彈 這款武器呢被形容說是一個現代的血滴子 而且呢是非常適合用在所謂的斬首任務上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到就這報導 火箭彈又來了 以色列第二大臣 台拉維夫空襲警報再度大下 抬頭一看鐵窮系統攔截了哈馬斯火箭彈 不只民眾看到這個景象 立即下公車小跑步躲進室內 在以色列國會裡 議員們聽到空襲警報也立即撤離避難 就連政府的記者會都被哈馬斯的新一波攻擊打斷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進入第十一天 以色列國防軍繼續釋出哈馬斯在10月7號 當天突襲的新畫面 以色列現在最想消滅的莫過於哈馬斯領袖 現年60歲的新瓦被以色列視為巴勒斯坦版的賓拉登 為了要斬首他傳出乙軍請求美國提供地獄火飛彈 這款飛彈特殊之處就是用六片刀刃取代傳統彈頭 以冷兵器切割方式攻擊目標跟傳說中的血滴子很像 華爾街日報指出美軍特種部隊去年在敘利亞西北部 就是用這種武器成功拘殺多名恐怖組織首腦 但至今美軍依舊沒有承認地獄火的存在一切保密到家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